女宇航员从发生事故的太空站逃离返回地球 可是返回的她却不知 刚才的冷原子实验却打开了平行空间 甚至他们和平行宇宙的自己产生双量子纠缠态 年度科幻悬疑烧脑美剧群星第六集正式上线 接下来开头画面复杂所以解说有些绕 大家一定要注意听 此刻另一个平行宇宙我们且称为C宇宙 C宇宙的太空站里老黑正在准备进行冷原子实验 而女主安娜也正在向女儿介绍着她们的工作 请注意此刻的女儿丽丝是单马尾 而老黑手上的冷原子试验就要在零下203度开始 地面的老白下令激光发射 与此同时另一个画面切换另一个宇宙 我们且称成碧宇宙 这个女儿丽丝是双马尾 安娜带着丽丝眺望地球 可是就在试验开始前 一个未知物体急速向着太空站冲来 下一刻老黑打开机器 太空站毫无疑问发生了爆炸 无论是正在和妈妈视频的双马尾丽丝 或者是正在指挥中心指挥的亨利指挥官 此刻全部与太空站失去了联系 而此刻的双马尾女儿的妈妈安娜也在撞击中失去平衡 而这一刻的画面就在各个宇宙中不停切换 其中一个安娜试图稳定身体 却不料就在此刻她的眼前出现了一道白光 紧接着意外忽然发生 此刻活着的安娜与平行宇宙的自己的互换穿越正式完成 而在意外发生后老黑联盟找来 可是路过实验舱石后 她却发现自己的冷原子实验仪器消失了 对照前面的剧情可以得知 此刻的老黑也互换到了平行宇宙 而此刻他们也终于发现了流血不止的安娜 可是下一刻老黑就发现 安娜的撞击导致空间站直接破裂 她连忙让同事递来一块纸巾 而后直接将空间站堵上 与此同时一个橙色物体急速地飘过空间站 这无疑就是第一集女主安娜发现撞击空间站的尸体 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没有发现 而当安娜的死亡已成定局后 老黑再次返回冷原子实验舱 可他却感到极其的不解 当才自己在座的冷原子实验舱 他到底跑哪里去了 紧接着由于两个逃生舱在爆炸中破损一个 他们决定由三个宇航员先返回 而作为指挥官的老黑却留了下来 他临走前让几个同事帮忙务必向火箭推进实验室转达消息 那就是冷原子实验舱奇异的消失 可是几个同事一听却是一脸懵圈 他们根本不知道太空站这个冷原子实验的事情 此刻老黑还没反应过来自己到达了平行世界 他也只是低落地说 转达给亨利卡德拉指挥官这句话就好了 随着三个同事的离去老黑也开始了逃生舱的修复工作 可就在老黑等待日出班电池时 却忽然听到身边安娜的尸体传出粗重的呼吸声 疑惑之下他连忙用手电筒照射过去 却在此时再次听到声音 老黑看着头罩白布的安娜顿时心中打尽 而就在此刻的地球上 马格斯也得到了妻子安娜已经死亡的通知 他立刻告诉了扎着双边的女儿丽丝这个消息 随即两人就被安排前往航空基地 可就在当晚丽丝躲在柜子中 却忽然赶到门外有人过来 丽丝连忙探头查看 却发现那个拿着手电筒的人 似乎正是刚刚被通知死亡的母亲 他顿时眼神睁大 可就在丽丝推门的一瞬间 母亲却忽然消失不见 而此刻太空站里正在转移电池修复逃生舱的老黑再次听到了声音 可是当他拿起手电筒照射过去 却发现蒙着白布的安娜正好端端躺在那里 于是老黑连忙带着录音机来到安娜身边 而后他小心地录下若有若无的安娜的呼吸声 上面分明显示有声音存在 紧接着安娜头顶的白布忽然飘起 于是老黑迷茫地来到安娜的身边 而后仔细聆听 可当他靠近后声音却忽然不见 而当他再次起身 安娜的声音又再次出现 她打开录音却清晰地听到 安娜居然还在数着已经搬来的电池数量 就在此时老黑的脑袋顿时疼痛不已 可就在此刻一道声音传来 哦 与此同时日出时刻来到 蒙圈的老黑更加蒙圈了 于是他立刻联系地面指控中心 他说自己担心安娜的伤口大面积崩裂 如果运回地球 可能因为离开临重力环境会大量出血 此刻恐惧的老黑显然是要把安娜留在这里 可是他刚刚挂断通讯 一道呼吸声再次在耳边响起 于是蒙圈的老黑决定直接将安娜带出去 他打开逃生舱的大门告诉安娜 停止呼吸吧安娜 命运号就是你的长眠之地 可就在他准备放手时意外忽然发生 他居然看到了安娜 可是安娜分明刚被自己放到身后 惊魂未定的老黑立刻回到了逃生舱 可是那道呼吸声却再次响起 此刻太空战发生的一切充满着诡异与神秘 不过作为看到第六集的观众我们已经得知 看到冷原子试验的世界安娜死了而老黑活着 而没有冷原子试验的世界相反 没有看到冷原子试验的安娜活着到了有冷原子试验的世界 而没有做冷原子试验的老黑却死了 也就是没有冷原子试验的B世界的安娜来到了C世界 而有冷原子试验的C世界的老黑来到了B世界 此刻修复完一切的老黑已经准备返回地球 可是仪器却忽然显示此刻逃生舱 遇到了罗栓故障 当他向地面求助 却得知如果要激活罗栓那么则必须通过 位于太空站的控制面板发射 也就是说他要再次返回空间站 可是如果他去操作了那么他就没有再上逃生舱的机会 这注定需要两个宇航员操作 就在此时地面说着抱歉就挂断了电话 老黑顿时气急直接开砸 而就在此时 我们且成为地宇宙的太空站里面一个人影忽然走到控制面板前 下一刻老黑的罗栓故障瞬间不见 老黑蒙圈了 紧接着逃生舱缓缓缓脱离了空间站 一切神奇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老黑惊呆不已 明明地面说了需要两个人了 于是他转头向着太空站望去 他想要知道原因 却忽然发现太空站里面出现一个女人 可当惊乐的他再次仔细看去 那个女人却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黑返回地面后毫无疑问地受到了热烈欢迎 可是当他称呼自己的妻子弗雷达时 妻子却说 妻子的名字却很不对劲 可是此刻的老黑却依旧没有多想 第二天老黑独自来到一处地方 这里有着安娜种下的树 那是他们上太空前所留下的 老黑轻轻献上了一束花 与此同时一双手忽然出现 老黑震惊地缓缓抬起头 却发现了对面居然是安娜 下一刻两人都愣住了 可是很快两人互相在对方的视线中 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老黑蒙圈不已 回家后老黑一转头 却再次看到了自己的遗像 而另一边正在航空基地的莉斯得知母亲 被遗留在太空站情绪低落至极 她提着自己的兔子来到一间厂房 可是一抬头 她却看到了窗户里的老白亨利 而老白还和他抬手打着招呼 而此刻正是老白在第三集中 在地面上刚做完冷原子试验的时候 接着莉斯转头走入厂房内 紧接着她把兔子 直接丢在了地上的水迹中 她愤怒地丢下踩着 可是下一刻一道声音传来 这个声音在第三集中 我们已经得知是平行世界的莉斯 可是下一刻忽然出现的黑妹 却拾起了兔子问她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兔子丢到地上 可是莉斯却说自己不要了 自己再也不想要了 这是骗小孩子的东西 接着她直接把兔子的眼珠子扣掉 黑妹望着瞪着自己的莉斯 也不敢再多说 而此刻对空间站爆炸事故的听证会 也已经开始 当听到老黑说起冷原子试验 所有人都疑惑不已 老黑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科研项目 还有同事辅助 可是同事却也是一脸疑惑结结巴巴巴地说 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老黑顿时感觉到被被刺 与此同时爆炸前的录像放出 那上面老黑做的明明不是冷原子试验 接着老黑得知 冷原子试验项目在12年前就被叫停了 而且他们认为这是老黑单方面的决定 将安娜留在了太空站 安德烈愤怒不已 可是老黑却说将安娜留在太空站是集体的决定 可对方却告诉她 这是老黑自己的评估 一切与任何组织无关 调查结束后失去妈妈的莉斯回到家中 看着家里大大小小的礼物 她愤怒不已 这些本来是要给妈妈准备庆祝的 可是现在妈妈也不在了 小小的她愤怒地撕掉一个又一个包装 然后狠狠地在地上踩着 可就在此时她忽然听到一阵钢琴声 而且身边还有着若有若无的呼吸声 可是家里的这个位置分明没有钢琴 而那个声音却像极了妈妈 她就这样一直疑惑地听着 直到琴声忽然消失 谢谢大家